我现在来到了长沙著名的四方品夜市 今天给大家介绍三款特色小吃 劈腿茄子 这些就是劈腿的茄子 先裹满蛋液 再撒上面包糠 放入锅中油炸 把茄子头剪掉 在对半剪开因为有两种口味 一边撒上孜然粉和辣椒粉 另一边挤点沙拉酱和番茄酱 谢谢 谢谢 好吃 好吃 因为有面包糠 所以这个茄子也不会很油腻 nice 原来踢腿的也有好东西 蛋包羊鱼 在铁板上放上羊鱼 也就是土豆 哇好多呀 一锅要炒20多分 再放上糯米 一定要加辣 再放点米粉 老板 老板这是哪里特色呀 味道的 把它们铲碎 放点酸萝卜 火腿肠和香菜 水葱 这个是什么姜呀 一只姜料 就是只有你们这里有是吧 铲碎翻炒 哇好香呀 最后撒点调料 再来烧蜜汁酱 撒点油 把蛋液煎成蛋饼 再放上羊鱼 包起来 这个土豆是粉粉的 很好吃 有点像中国版的蛋包饭 土匪锅巴 把米饭放在铁板上烤熟 这个是防止浆锅吗 我这里还不沾 淋点油 放点腐乳 辣酱 均匀的刷开 放上腊肉 酸豆角肉末 辣萝卜 和土豆丝 老板 这个是土豆 这个是土匪发明的吗 对 对半切开 谢谢 谢谢 这锅巴老费牙了 太沉了 下次再来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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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